大家好 这次的COVID-19的疫情 从今年初开始肆虐全球之后 加拿大当然饱受影响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 主要是两大所谓的小型商业 就所谓small business 第一个就是旅游业 因为加拿大主要是靠旅游业 还有餐饮业等等 观光行业来维持我们的经济发展的 那上一集我们曾经介绍过旅游业 那这集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受伤 最严重的小型商业就是餐饮业 那这集我们很荣幸请到 两位餐饮业的负责人 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在疫情之后 发生之后的新生 跟他们行业的干苦 我和太太移民到温哥华来以后 2002年就开始做餐饮业 主要是做湖南餐 因为温哥华这个地方呢 我们感觉是比较适合做餐饮的 因为它既是旅游城市 华人也比较多 另外中餐呢也比较适合在这里的发展 因为不光是中国的餐饮是博大精神很多人都喜欢 但是更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找到一个生存的一个渠道 所以从那开始呢我们连续这个到今年吧 再做了六家餐馆 这个六家餐馆就是做一段时间 做个几年然后停下来休息休息 然后继续呢再寻找新的餐馆继续再做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时间久了以后 大家知道餐馆厅也比较辛苦 很多老板并不是靠请工人去做的 很多人要老板自己动手 自己炒菜 主要是靠自己干 所以比较辛苦 有时候还要汇聚到国内看看家里人 所以就连续这么几年 但是中间有停顿 这个从今年初元月份开始 我们大家知道的原因 世界性的疫情爆发 这个疫情呢确实是很严重 比其省呢也采取了很多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的有利措施 特别是对餐饮业 从3月18号开始 就停止了对外的汤食 只允许做外卖 这情况下我们为了这个生存吧 我们就 才去送餐到家 在这从3月18号的连续一杯一天 超过一杯天 我大概跑了 一万多公里 一万两千公里左右 就是在温永华城的地区 为大文地区喜欢吃我们这个 穿香菜的家庭送餐 这个效果还算可以 最起码保证了这个 房租能够按时给员工的工资 能够早上发 能够生存下来 因为有这个两个年轻人呢 他们看中了我们的位置 房租也不高 想做餐饮业的尝试 我们就转手 7月份的时候转手卖给他们了 整个餐饮业的现状来看呢 确实不太很好 目前来讲是不太很好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这个很多 据我了解 温永华地区有 百分之八九十的餐厅都在试图转手 试图转让 我想他的主要原因 很多餐饮业的朋友也介绍 是没办法再做了 因为这个 原来本来是比如一百个座位的 或者两百个座位的 或者五十个座位的 现在呢 你真的压缩一半以上 才能够开堂食 这样呢 就 肥荣还是一样的 房租也没有减 虽然政府才确实说是要减房租 要 要给一些补助 给一些政策游会 最多呢 就才给了一些这个 贷款游会 这个消费贷款游会 这样呢 就解决不了参业业的 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餐饮业母亲来看 是非常艰难的生存 有很多老板 很多朋友 他们都这样说 我也到他们的店里去看过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至于餐厅的 未来的这个 特别是中餐 未来在文化的生存方向 我想还是有的 因为呢 这个 我们文化华这个地方 是一个旅游城市 旅游城市 因为来自世界各地 在这些年移民华人也比较多 中餐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 一人 一菜一个味道 它不像西餐 这个一个菜一个味道 每一菜都是一个锅去炒出来的 不是西餐那种吃室的 什么东西多少 什么东西小朋友都可以去做的 这个不是中餐必须是要大师傅亲自去掌手去做的 所以这个味道一定做出比西餐要美 这个至于怎么样发展 我想走小型化 走专业化 走这个特色化 是一条出路 比如我们大家知道可以借鉴这个西方人那种流动餐车 然后呢这个送到这个家庭 送到有必要的一个 有需要的那些会说 或者是聚会的场地 这下我许的华人在上面还没有做成本的思考 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出路 至于我们呢我想呢这个由于这个年龄也差不多了 至于呢这个还要不要继续做 我还想再继续观察 看看目前形式 合适不适合我们继续做 做从这么说着手 这只是我的一个对餐饮业未来的一个想法 和文化这个地区 这个我们华人餐厅应该怎么做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是谢谢大家 我们信应酒楼在那个2002年开业的 我们的生意是2017年2018年2019年都是高峰期 到现在都是 可是到那个政府宣布 3月19号之后 只可以外卖 我们的生意只有做的一成 跟平常的一成 所以5月19号之后 我们可以代应 可是生意只有 做到平常的30%到35% 那你们有外卖的方式来解决吗 当然那外卖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网上有我们外卖的餐单 很多人都想去那个外卖 因为我们这边的外卖人比较多 他们都喜欢吃点心 他们常来的 他们都是过来拿那个外卖 可是外卖 外卖他们吃的不多嘛 就是这样 我们的高峰期 每一个年都是在7月8月9月跟农日年前后 是我们的高峰期 所以在2019年年底开始 我们的首识就取消了 到2020年年底 大概损失了大概就有300到400做首识 所以损失很惨的 那在疫情之后 我们政府对餐饮业可能有一些措施 那你觉得做的够不够 那你觉得对政府有没有富裕 怎么去救 其实政府当初对员工的机器 马上给他们这个钱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对雇主来说 应该讲啊 这不行啊 好像就是员工的员工 他给你申请 我们都可以申请 拿到 可是租金那边 租金那边呢就不行啊 申请不到 所以每一个月我们还要付租 可是哪有哪有这个能力去付了 即使没有生意要付 对啊付租 所以呢 这个就不 比较不 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发算了 政府对那个雇主还没够那个支持 那对于政府 有没有什么呼吁 因为现在政府可能有一些新的政策 你觉得对餐饮业 你有没有什么顾虑 其实如果餐饮业 你很多抗击给他们 这是很难做的 好像每一个派对都是50个人 这个已经我们 新院酒楼是最 在Richmond是最大的餐馆 我们用了可以做400个客人 50个人我们怎么做 没办法做了 就是如果你不放松 那个人的看数很难做的 所以你很希望政府能够先放松 放松人数的限制 还有就是我们餐馆对客人牙很重 牙很最重 我们疫情开始 航式开始 我们就有测个体温机 还有就是那个 就装了11部 那个空气这个消毒机 净发机 11部 几万块的 所以我们是对客人很有保障的 所以所以其实你要加强其他餐馆 你应该在这边方面去做 那客人过来吃饭 如果你每一期都可以有这个安排呢 我相信他们多一点人来也没没没没关系 那你你们投资在这机器上面花了多少钱 就几万块啊 那需不需要政府能够有一些补助 其实补助 他也可以考虑给我们补助 这样对客人有保障嘛 对吗 他们也信心 进你的餐馆吃饭 要保障 这样也很好 可是我最最最最最重要就是他要换分我们的控制 就是怎样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未来 因为餐饮业人家说 经过这次COVID-19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您觉得你预测未来疫情结束之后会不会有改变 其实餐饮业的改变 其实当时当疫情在的时候呢 他们外卖会多一点 他是很很很兴旺的 但是当疫情过后 他们慢慢都出来吃饭 好像你请客人吃饭 你没有买完外卖回去嘛 结婚没有带外卖回去嘛 团体不可以买外卖去什么社区中心嘛 这些都有出来的 按我们的幸运酒楼 我们是做团体跟做那个饭宴的 我们对我们呢 疫情过后呢 我们应该是可以回复正常的 其他我不知道 因为其他是做晚饭 可能他们不是很多人已经在家煮饭 不出来再吃了 这个有影响 它是很小部分 所以基本上你认为不太 疫情的时候会回复到正常 应该回复 开一段时间了 OK 因为他们也能是其他团体啊 什么饭宴 也要同酬嘛 也要去去时间去做嘛 听了上面两位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啊 讲述他们的心声跟他们面对疫情的感性方式之后呢 我相信很多观众啊 同时其实也是消费者啊 那心中都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一种感觉哦 我相信啊 我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想办法走出来 然后去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 然后让他们继续为我们被施审 为我们加拿大的经济做出贡献 那我们下一集还会继续关注疫情之下的各行各业 那请继续关注我们 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